现在和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David Jensen 他所编著的《法式知景峰》 这本书是绝版书 当初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真的是广受欢迎 那么后来David Jensen他就比较少推广这一本 可是对我来讲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书 所以我就又跟他讲说他有剩多少 那看可不可以让我来帮他做推广 所以这个书的数量真的不多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快订购 这个是全新的 非常非常完美的书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 《法式知景峰》的意思就是 他是用法式的织品 Tapestry是织品的意思 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像窗帘 或者是卦室或者是他的沙发 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很漂亮的这种织纹 上面的纹饰 他们就称为Tapestry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些是运用像那样子的织纹 再把它转换成图案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美运用在生活的一些其他的器物上面 在比较早期这种的风格 它是画在木器上居多 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把它运用在像包包 或者是皮革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素材 所以这个Tapestry它是属于一种技法 这种技法是可以运用在花卉类 风景类 人物或者是动物都可以 水果也是都可以的 那么它的特色就是运用比较多层次的感觉 多层次的效果 先把花形做出来 用浅色做出来 然后再来用染色的方法 去把这个花或是叶子带上需要的颜色 最后呢再用湿对湿的方式 再把它的浅色 再把它勾了出来 在后面这边都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作画的过程 你可以把它运用在大型的家具 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大屏风 或者是大的桌子等等柜子 都可以运用上面的这些作品 来装点你的家里面的这些器物 我们看到的这些螺旋 这些螺旋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法式的设计 如果是这种单向的螺旋 是只有一边有这种豆点状 它是称为巴洛克 如果双边都有的话是洛克克 所以是不一样的 在这本书里面 它是以巴洛克风格为主 这是比较单向 你会看到这个是属于单向的 这个是巴洛克 这种贝壳状也是一样 它比较常见在这种法式的风格 法式的设计 这是一本真的很棒的书 所以大家喜欢这样子已经接近 快要失传的技法 赶快下单 因为这个数量真的不多 而且在二手市场上面 也很少看到这一本书被释出 它的详细内容 详细的价格 我会在文章的说明都有 可以在私讯留言